欢迎回到大选论坛 下一个问题请长先生提问 谢谢 现在有很多关于公司税的讨论 大家都在讨论着 公司税率应该是下降 还是应该上升 我本人是一个公司的雇主 所以我很想知道 请问有什么是令到大多数的选民受益 你又有什么评论呢 前自由党政府实际上 已经将公司税的税率大幅度下调 比美国的公司税率还要低25%的水平 不过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要有足够的资金 首先我们要消灭435亿元的赤字 然后我们要达到开支平衡 我要指出 在目前下降公司税率 只能给我们国家的5%最大的公司受益 这样要耗资60亿元 不是单单这一年 而在今后的每一年都是60亿元 我们已经在七国集团当中 公司税率第二低的国家 而请比美国的税率低 我和我的自由党非常坚决地认为 我们可以将这一笔资金投入到家庭里面 我并不是反对在今后继续下调公司的税率 问题在于 我们目前的情况 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做 我本人特别重视 和支持中小型企业 这个国家90%的工作职位 是来自中小企业 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我们目前还要削减个人税率 削减个人税率 才可以将钱放到去每个加拿大人的袋里面 削减公司税率 在目前并不符合加拿大人的利益 是的 对于Brian所说的 我不会作出太多的辩论 我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 应该要着眼于长远 是削减宝座 削减重要的服务项目 还是投资于发展更加绿色环保的行业 更加绿色环保的经济 这样中间是需要一个平衡 既要看到目前的情况 又要考虑到未来 如果我可以坐在那里 给一个大家的答案 这样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要说的是 我们需要傾听大家的呼吁 我们加拿大人有创造力 智慧和才干来寻求这个答案 我们需要这样的讨论 不是在国会 而是和中小型企业的人士进行讨论 和大企业进行讨论 从而决定有些什么 是令到所有人能够接受 可以推行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 我们新民主党 不会削减大型企业的公司税率 而对于小企业 我们就有这个想法 我可以讲个原因给大家听 加拿大人担任小企业雇主的比例 高于在大企业 《环球邮报》上个星期的一篇文章指出 盲目地削减公司税率并没有成效 不能够产生刺激性的效果 我们新民主党提出 除了为小型企业减税 我们会为增聘新员工的公司 提供一部分的工资税款 如果受购时间达到一年以上 政府会提供EI或者工资補助 我们还提出调整为提高生产率 而作出的新增投资设备的贬值率 这样作出投资提高生产力 以及增加员工的公司 有资格得到税务优惠 现在开始我们的辩论 我要说的就是几日之前 我就预算案发出一份详细的问卷 其中我问我的选民 你希望在2011年的预算案中见到些什么 在回答当中没有公司税率 我们向财政部长提交了一份23页长的报告 所有回答问卷的选民 都收到这份报告的副本 其中提到有投资于家庭 投资于长者 投资于家庭护理 投资于环境 这些才是当前的问题 同时我也同意 关心小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不单止是税务的问题 削减繁民续节 以及各级政府合作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等等 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到 全国托移计划 全国药物计划 也都是对小企业有益的 将人才摆在更大的市场里面 例如我的老婆 例如我老婆不能够在小企业工作 因为我是小企业的人 为了享受到有关的福利 她就去找大企业的工作 如果我们有相关的计划 小企业就能够争取到 类似我老婆这样的股员 要指出的就是 通常都不是税率的问题 而是工人的教育水平 生产效率 医疗计划等 税率不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虽然保守党的候选人今天没有到场 不过保守党提出的预算案上 是要削减公司税率 我想知道他们这样做的是什么原因呢 保守党的解释说 这样做可以吸引投资 但是这个方法似乎并不就效 这个观点不正确的地方在于 投资者不会投资来增加就业率 他们只会有机会赚钱的时候才会投资 所以只要销售业绩不下降 投资者就不会多请人 保守党的理论是说不通的 现时加拿大的公司税已经比美国低了25% 在政府赤字400多亿的时候 我不认为这样的政策是负责任的 以我在政府工作的经验 我知道负债的时期非常艰难 我也知道消灭赤字的时期更加艰难 我认为保守党的政策并不正确 而且也帮不了老百姓 也有证据证明这个政策是没用的 大家来到加拿大投资不是为了公司税 而是看好我们的医疗系统 教育质量和强劲的就业市场 今天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你们听到三个声音 是希望共同合作的三个声音 强过来自四个党派的380名国会议员 在厄头华商讨对策 我觉得今天的论坛带出了一个有用的政见 暂且不讲这些政见的对与错 但是大家合作做事 结果一定可以不一样 好了这个阶段的辩论 就先告一段落 休息之后我们还有问题要进行讨论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